我年轻,有个女孩爱我 我也以为,自以为是我很爱她 某一个年龄段,我见到另外一个女人,我爱她 我可以为她死,我可以为她不要名,不要利 我可以断送所谓的一切前程 我会回过她来,对我的原来的妻子说 对不起,我错 我找到了我真正爱 李连杰到底是爵士情种,还是旷世渣男 如果给中国武侠选一位梦幻男主角,那一定是李连杰 长得太好了,是那种既阳光扑面又俊美无比的好 如此,她才会成为少林寺男主角绝远的唯一人选 一个花美男士的全国武术冠军,从来没有第二个 李连杰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 二岁师姑,母亲独自抚养五个孩子 八岁时,李连杰被教练看重,成为武术运动员 在体校遇到同门师姐黄秋燕 一个活泼漂亮,一个玉智天成 人人都道是金凤玉露相逢 但李连杰后来确认,这只是个错误 黄秋燕的父母都是舞蹈艺术家 如果不是历史原因,他们不可能有交集 黄秋燕对李连杰的喜欢柔和了多种情愫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对天赋一柄,天才少年的欣赏 李连杰自从入队便出类拔萃 九岁受到领导人的接见 十二岁全运会武术套路比赛全能冠军 十六岁戴商在全运会斩获五块金牌 更何况,小师弟还清秀和煦,特别懂事 在父母恢复工作和待遇后 他经常带小师弟回家吃饭改善伙食 瞎子都能看出他的心意 倘若没有少林寺 也许就会按照他的想象,日久生情相伴到了 毕竟武术没有世界级比赛 全运会是武术运动员能拿到的终极荣誉 李连杰无论拿多少冠军,终将归于平淡 然而因为曾与张新岩有一面之缘 少林寺便成为李连杰展翅高飞的起点 这部电影至今仍是整个行业引以为傲的封碑 一毛钱一张电影票,硬时卖出了超过1.6亿的票房 他所引起的轰动更是全球范围的 世界第一次见识到了中国功夫 没有任何花哨的 风神俊逸又带点萌的李连杰一夜成名 拍片时他才16岁,首映时他19岁 开始懂得思考感情和人生 比如,如果分手要怎样做才会对得起小师姐 送他一部女主角吧 于是,黄秋燕成为少林小子中的三缝 该片延续了少林寺的雄威,横扫东南亚 黄秋燕也因此成为了耀眼的明星 但是他心里什么名利都比不上小师弟 就算他拍戏受伤可能一辈子都站不起来 也没有些许的畏缩 而对李连杰来说,一面是感动,一面是认命 彼时他正值人生低谷 身上有伤,前途难谱 这份四海深情是他仅有的慰藉 1987年,24岁的李连杰决定跟黄秋燕结婚 这样的爱到底值不值得 别人看来有点寒酸,在他看来却是痴心妄想 一朝水到渠成 甚至愿意陪伴他背井离乡去美国寻找机会 但美国电影没有华人的机会 李连杰很快返回香港拍片 这一去便是劳烟纷飞 李连杰回到香港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龙在天涯》 他对女主角励志一见钟情 不要命的那种 这很不李连杰 他其实是个温柔到有点害羞的人 但为了追求励志 可以毫无负担地在大庭广众下说肉麻的情话 而对已婚男人来说 最美的情话是单身 于是李连杰第一时间离了婚 彼时黄秋燕已育有两女 一个两岁,一个刚出生 对励志来说他是最好的追求者 对黄秋燕来说他是最烂的男人 此情此景 令一向清高低调的皇家父母 都忍不住当众斥责前女婿 让爱女贫困交加流落异乡 因为还不起贷款 房子都被银行收走 经济原因连孩子都无法留在身边 还是郑明明伸出援手 请他参与管理自己的美容院 黄秋燕却只肯接受免费学习技术的好意 成为一名普通的美容师 这种结果是难以接受的 他可是家喻户晓的三缝啊 那时候全中国才有几个国民偶像 李连杰因此饱受骂名 他什么都没说 说什么呢 他其实是净身出户 那套需要还贷的房子 是他拥有的全部 离婚前他只拍了四部戏 拿少林寺来说 片酬一天一元 十个月挣了三百多 即便红出国门 也与今天无法同日而语 何况无论说什么 都改变不了他在婚姻的路上背信弃义 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他疯了 不仅因为他背弃了最好的女人 还因为他爱上了不匹配的女人 现在很多人说荔枝是下架 因为他是亚解冠军 性感女神 追求者众多 绯闻男友的名单上甚至还有赌王 当时的荔枝的确大出风头 但却是娱乐圈最底层的那种炸 港媒对他的称呼全是饱含贬义的 性感炸弹 盯在他身上全是有色眼睛 围绕他身边的富豪更不会有什么真心 所以人们觉得李连杰这个乖乖仔 一定是昏了头 如果一意孤情 必定会倒霉 没人在他们身上看到天长地久 连他们自己都不信 所以才有了十年之约 十年天翻地覆 李连杰从武打新星 越身为电影巨匠 闻名侠耳的黄飞鸿系列首当其冲 他是导演徐克苦等多年 才等到的天选之子 李连杰版黄飞鸿 可以满足所有人对侠之大者的想象 功夫纯粹又养眼 外形俊美又儒雅 灵气逼人 热血可燃 更是有一代宗师的气度不凡 此一角 便可使他与成龙平分天下 也让徐克爱死了他 在《笑傲江湖2》中 顶替许冠杰饰演灵狐冲 许冠杰的灵狐冲自是风流潇洒 金庸说 外形就欠缺了一点 还好他会唱《沧海一声笑》 李连杰就刚好弥补了这份空缺 若不是他 谁才能配上林青霞的《倾城之帅》 他的东方不败 也就又不可能在临死之前 还记挂着什么狗屁爱情 之后李连杰就与袁奎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 推出的第一部电影《方世玉》 被美国娱乐周刊 选为史上最佳19部功夫片之一 至于中南海保镖 满屏都是不可言说的想推倒 此时的李连杰 已成为继李小龙之后的第二个功夫皇帝 也是公认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武术的功夫剧情 当年冷遇他的好莱坞也乖乖改变主意 首秀《致命武器4》 便得到了代表人气指数MTV电影奖提名 他便以此作为自己新婚的贺礼 1999年 李连杰履行了与励志的十年之约 人群再次沸腾 前尘往事扑面而来 人们惊觉 黄秋燕仍然单身 并且拒绝一切可能的交往 经济上也普通 与人合开了一间小小的理发店 而李连杰和励志呢 一个功成名就 一个富贵逼人 心冷于圈中种种的恶意 励志早就弃影从商 起初曾赔了上千万 是李连杰拼命拍片帮他还清了债务 之后渐渐做了风生水起 相比之下 黄秋燕的处境就太让人扎心了 他原本应该是小公主啊 只因爱错了一个人 一辈子都毁了 人到中年 行单影之 没有爱 没有家 没有钱 而那个男人 早就黄袍加身了 在好莱坞可以演男主角 为了保护自己的动作知识产权 敢聚演黑客帝国 为了陪伴孕期 就算错过沃虎藏龙也无所谓 在电影的世界里 如今只有别人错过他的遗憾 张艺谋飞尽心机 才请动他演英雄 强强联手 才有了这块中国大片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作为拥有全球票房的功夫巨星 李连杰已登上了人类社会的巅峰 然而2004年印度洋那场海啸 让他重新开始思考人生 功名利禄都敌不过一场意外 再多算计都不如更有意义的活着 还开始将工艺作为主页 拍片量锐减 所以对戏也更加挑剔 此时他的荧幕优势 早已不再局限于动作和颜值 作为功夫明星 李连杰的演技难得的从来再现 2007年的投评状 他第一次不再贪量 第一次成功的用表演拿捏世道人心 第一次荣莹影帝 这激发了他作为一个演员的野心 2010年 李连杰接拍了个人首部文艺片 《海洋天堂》 这不是一次事先被看好的转型 结果却令人大为惊叹 从来以武术见长的李连杰 竟然不逊于任何文艺大神 稳稳地表现出那种令人泪崩的克制 是啊 他46岁了 想过荣华 嗅过兴风 见过生死 时光带走了他的青春俊秀 也沉淀下了一个熟男该死的魅力 连旨在招揽全球最强荷尔蒙的敢死队 都将他列为常驻队员 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位华人演员 能有李连杰的成就 既能横扫华语市场 在好莱坞也混得开 想当初 白蛇传说如果没有按动心机的 把他从几分钟的客串剪成男主角 就不可能拿到2011年 内地国庆党票房冠军 更不可能以首周1689万美金的票房 登顶全球票房榜 可惜因为身体原因 他现在已难得拍戏 年近花甲的功夫皇帝 开始像所有老父亲一样 美滋滋的就做个女儿奴 2018年 他首次在社交平台晒出 励志所生的两个女儿的照片 彼时 长女杰妮刚考上哈佛 就读于 只在培养领袖型人才的文理学院 次年 他便携爱女拜见马云 又带她参加著名的巴黎民园会 妇女感情好得爆 小女儿杰妥也是学霸 在万千宠爱中长大 就连罕见的花木兰中露脸 也是顺从女儿的意思 相比之下 他与黄秋燕所生的两个女儿 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黄秋燕本人更是低调调 无迹可寻 直到2015年 少林小子剧组在北京聚会 人们才再次见到他 黄金耀眼 玉润朱元 是个特别幸福的样子 原来他于2005年再婚 丈夫王先生也很普通 开这家特色餐厅 逆袭什么的 从来不在他的考量 一生所愿 不过是于茫茫人海中 找到那个两情相悦的人 二十年一场大梦 梦醒时既无爱短恨长 亦无好自为之 你占你的C位 我做我的屌丝 再见面 是那种可以握个手 但不会是朋友的关系 而李连杰在聚会上出现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细细颠量 也在情理之中 人生过半 谁不想回头看看 曾经的梦想与奋斗 最最单纯的朋友 以及自己 曾被怎样无私的爱着 聚会现场 相较于黄秋燕的自在洒脱 李连杰反而显得处处拘谨 没有一点亡者之气 他呀 骨子里的温柔善良 从来没有变过 终其一生 就作为一件亏心事 倘若人生可以重来 他一定多一点耐心 多一点勇气 等待真爱来临 一辈子 做他的小实弟